你们这样子会不会违反言论自由啊 但言论自由不能无限上纲啊 如果你放任到极限的话你就会像 你就会像 像这个 你就会像今天晚上新闻讲的 网路纠团杀人事件 而且我听说啊 我听说那几个嫌疑犯 他们好像是在一个叫 靠北 靠北正义联盟 对 靠北正义联盟上面要发表一些实事的评论 然后他们还会很偏激的言论像是什么 性侵犯就该死啊 人道毁灭啊 然后他们有放话说要揪团 去惩罚犯人 我是觉得这些人 他们就是太过于沉迷于网路世界 他们已经分不清楚 现实生活和网路世界 安静 所以才会有这个杀人时间发生 我是不知道那个叫盟主的管理人 他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是看笑话的话 那我觉得他非常过分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 这个盟主他就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大家去讨论 可能是法律并没有那么的完整 或者是社会的案件而已 而且这些社员们他们私底下号召的这些活动 他们都已经大人了耶 应该就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是吗 对啊 没错啊 所以盟主才会为他的行为负责啊 因为他一句话就可以影响近上千个社员耶 他影响力越大 那他就要承担相对责任 我有看过我朋友转发他的贴文 他之前鼓励大家去抨击天咒教 说是什么一个诈骗 天咒教本身就有问题 他就是一个邪教啊他练财也是事实不是吗 那你记不记得之前是不是有一个网红叫罗斯桶 嗯哼 他是不是因为网络霸凌所以他跳楼自杀 那如果今天里面所有的教徒都因为言论自由自杀的话 那你要他们为他们的行为负责 这个我是没有办法这样想的 因为他已经是有关的 他很久不见的 他就是一个人的信用 他就不可见他 他就不跟他说明是这样的 他就不得了